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兩個月前我買了這支Chanel粉底 是未分享容後感 已經很多朋友被我笑了 今天我會用它去做粉底的測試一天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它即時的妝效 一天下來的表現是怎樣 我的感受是如何的話 就不要錯過我們現在立刻開設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7點半 剛剛起床 個人很腫 我自己覺得這陣子素眼的膚色是均勻了 黑眼圈眼袋要繼續努力 其他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毛孔情況跟之前差不多 我們的主角就是Chanel的這款粉底 它叫全校再生精華粉底液 是我買過最貴的粉底液 這裡40ml是1100元 它包了一個化妝掃 然後那個瓶身是玻璃瓶 它上面是湯金有一個Chanel logo 它這個掃的質量是不錯的 都算柔軟和紮實 不會刺激的 有這個化妝掃的套 我也覺得是挺方便出去旅行 或者是出去時間的時候帶去用的 然後這個瓶拿出來都一樣是泵頭的 給大家看看 我用的色號是B20 它是有流動性 然後推開 非常之好推的 你會看到延展性和透薄度做得很好 它是Chanel首款精華粉底液 敷活極致年輕光澤 做到親膚完美質感 有修護和亮澤敷活粒子的光感力量 做到自然輕透的妝效 可以隨個人喜好去疊加做到遮瑕度出來 是水潤舒適的 今天我就會用它去上全妝 整面的底妝給大家看看 究竟一天下來它的妝感是怎樣 持妝度是怎樣 粉底我會擠兩噴 然後用刮棒把它拌勻 然後拿一下 用塗牛油的形式上臉 再拍開它 額頭和下巴都一樣 它可以做到天生皮膚很好 有光澤透出來的感覺 這樣薄薄一層就完成了 不需要上到很厚 遮瑕度不算高 有些人還看到 所以我多加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遮到它 有遮多了的隱約會看到少少 所以它可以加遮瑕度 但不是超高那種 是比較自然的妝感 然後每一次用 我都會覺得自己皮膚很好 真的有這個錯覺 一上去 今天皮膚為什麼會這麼漂亮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是喜歡這個粉底 然後剛剛上完 我畫 它不會很明顯的手指印 但是你會感覺到它有轉移的感覺 我再加一點上去 它摸下去不會黏的 但是就有一個潤感 也應該會黏頭髮的了 所以一定要定妝 加一噴在手背 看看它有沒有氧化 暫時的變化是不大的 現在的時間是大約八點鐘左右 今天的氣溫是24度 濕度是91% 我現在會定定妝的 也是用它們的碎粉 我不喜歡它的粉泡是白色 因為會很髒 裡面是一個個洞的 你要倒出來再影粉那種 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30克是480元 磨皮的效果是很漂亮的 它的妝感是輕霧面 蓋上了剛才粉底的光澤 然後會變得很清爽 完全不會黏頭髮 是很舒服 摸下去很滑的 我現在就化妝 一會再跟大家更新 搞定化好妝 換完衣服 我可以出門口了 近鏡看多一次 它是很漂亮的 如果你問我底妝是追求什麼效果 這個很高分 是完全平滑 沒有毛孔 沒有細紋 是天生麗質 還有你不用濾濾 你都會覺得 今天皮膚這麼好的 那種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它一上妝的效果 希望今天這麼潮縮這麼熱的天氣 它能捱到 現在時間是8點50分 我要衝出去 所以可能吃午餐 之後做完東西回家 再晚上跟大家更新 現在是1點多鐘 上妝過了4-5個小時左右 讓大家可以看看 我現在吃午餐 朋友生日去了吃牛角 然後我是保持在室內 有冷氣的地方 我覺得額頭這裡又乾了 其他的位置還保持得不錯 它保持毛孔收拾得很好 沒有蛋出來的 唯獨這邊 我覺得眉絲血款有出一點 遮瑕度又降低 燒完肉後 額頭好像有點漏妝 中間的印出回來 然後旁邊會有不均勻的情況 還有兩邊的苦紋都放進去 但不會很嚴重 我發現它整體都不錯 在這麼高溫的情況下 我都沒有怎樣出油 有少少開始變成奶油肌 是沒有之前那麼霧面的 現在時間是6點9 還是25度 濕到94% 我終於回來了 雖然大部份的時間 我都是在室內的 但是做完事 我去了街市才回來家 其實又熱又焗 整個人出汗 那些頭髮黏著 是很不舒服很辛苦的 我覺得粉底已經很努力去捱 距離今早化妝十個小時 現在看到它消失了 剩下兩成左右 皮膚是可以維持平滑的 就算這麼焗 它完全沒有生出一些粒粒 而且毛孔和下午差不多 現在我會形容是一個很漂亮的素顏 而不是一個很完美的妝效 它跟今早化完妝那種很棒的感覺 是兩個世界 但是呢 都未至於現在太恐怖了 要下妝的程度 用Tissue印一印 是沒有任何粉底的 應該都掉了 但是因為我鼻子出了少少油 連我都出油 所以我想壓一壓那些油光 這麼快晚上9點9 距離今早化妝超過12個小時 可以跟大家做最後一次更新 今天是很熱 我忍不住摘起頭髮 然後又濕又焗又下雨 我又會在冷氣的地方再出室外 是對於一個精華型粉底很大的挑戰 現在這一刻我看著 摸上去是當然無存的 完全感受不到有粉底 所以這一支的粉底 是抵受不住這個天氣 而且又出室外 又入冷氣 它是搞不定的 但是我自己試過 全天在冷氣的地方 不出去 然後你是乾爽 不會很熱的話 它是可以保持到全天很漂亮的 但是你要用的物粉 就要在一些比較遲妝度好一點的 如果用它們這一款 都是大約半天左右 你會看到它慢慢消失的 所以這個粉底我自己是一半一半 因為它做出來的妝效是很漂亮的 它是做到很完美的皮膚出來的 但是呢 就有一些Condition 它不可以捱到 它不可以做到一個抗汗 抗油 它都不是銷售這件事的 而且用完它 我覺得皮膚沒有差 現在近距離是看到我自己本身的皮膚 上一層粉底就可以看到分別 終於變回很平滑的奶油肌 它是沒有氧化沒有暗沉的 只不過隨著時間會慢慢消失 是好事還是不好呢 因為它不會溶到一屁屁 不會斑薄 不會浮粉浮得很厲害 但是就會沒有了 如果皮膚不錯的朋友用它 是可以升了一個level的 但是如果說比較多瑕疵 你又會介意的話 就要去Counter試一下 因為它的遮瑕度比較低 就算可以疊加 它都不是做到很高的coverage 我不知道效果是怎樣 但是如果皮膚比較平滑的朋友 它用完是超級美的 今天大家會看到我沒有用到這個掃 其實它不差的 它掃開很平均 不會有很明顯的粉痕 它的妝感比起我用粉撲更加有存在感 所以我會比較少用 而且我不喜歡洗澡 這個這麼密是很難乾的 但是它是一個不錯的粉底掃 因為它有尖端位 是用來上眼底、鼻翼、嘴角 都是蠻好的 是很仔細的 所以1,100元有個養膚精華型粉底 再加上一個粉底掃 是不貴的 一個漂亮的粉底掃 都要大約500元左右 但是它們一定要一起買 而且它推出了兩年 不是新的粉底 沒有新的方法 是因為我朋友燒 我觀摩了很久 都是忍不住買了 沒有後悔的 因為它做到出來的效果真的很漂亮 如果你說要一支每一天都用到的話 它未必做到 除非你每一天都打算在辦公室 或者室內的地方 我特意不用一個很好的日子 不用很乾爽 不熱 在室內的時候用 因為會燒到大家 我選了一個這麼挑戰的一天 是很熱、很濕的時候 你見到它沒有消失的情況 都中熱的話 那你就去馬 這個就是我的用後感 好,今次的粉底測試一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有其他粉底想聽我的用後感 記得留言告訴我 用過這個粉底 有不同的感受 有相同的感受 想告訴我 以及觀眾知道的話 都可以留言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錄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月 和星期日更早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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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